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小飞翔的遥控器电池 目前为止市面上有两种电池是可以用在我们的遥控器上面的 右边的这个尺寸是比较小的 除了我们的迷你控制外 可以通用我们所有的遥控器 左侧的这一个电池因为它的尺寸比较大 所以只能够用在我们的DDF或者是不带屏的实通 这个系列的遥控器上面 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外观的 下面我讲一下如何将这两个遥控器的电池盒 从遥控器里面取出 以方便使用这样的大电池 这两个的电池盒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以DDF为例子来讲解 在遥控器电池舱的左右两侧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卡扣卡住的电池盒 我们只需要将电池盒从这里撬开之后 边撬开边往上面撬 电池盒就可以取出 我们使用一个美工刀 先插入 然后轻轻地往上面撬 另外一次 这样子机面上就可以取出了 然后电池就可以放入电池舱 大家注意这里的征服机 左边是正机 很多新手 就是因为没有对好这个排针 之后说养工器没有反应 问题点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从侧面看一下 其实是刚刚好的 因为我们的相机就要放进去 把电池盒关上来 好